台南市新東國中學生無操場可用時間長達兩年 參與會議員表示學生都已經要畢業了 卻還沒有一個操場可以上課 痛批師傅一拖再拖不重視學生受教育的品質 參與會表示當初教育部研明校舍之外的操場球場等周邊設施 需由市府自行負責 但市府卻以補助經費不夠一再拖延 導致學生只能在荒地上課 整個受教育的品質受到嚴重的影響 要求市府立刻給一個明確的改善期限 賴清德回應 目前市府已將經費撥下 將會在一週的時間內簽合公文 讓整個周邊設施建設能盡快動工 記者黃玉瑋台南報導 當 當 當 感谢观看